好,首先的话呢,我们也是建立一个类别class 这个class,这个叫file sum 那接下来底下的到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呢,要先 这个我们宣告一个 int 的一个 i 跟这个 sum 这两个,然后预设值的话 我们给这个 i 等于 1,然后 sum 等于 0 那如果说今天要执行这个file回圈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呢,我们一样设定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呢,就是当 i 等于 99 的时候呢 它才进入到这个回圈里面 进入回圈里面 可是当它大于 99 之后呢 它就跳远回圈,并且做一个加 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基数 1 到 99 通通加总 最后结果秀出来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这地方呢,直接执行 结果就会秀出来 总共两千 总共两千,两千五 那第一个就是说呢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有跟各位提过 就是说呢,这个界面的部分 假设,因为如果你直接按一个执行 你没有办法看到它怎么去运作的 那假如说你今天希望知道说 尤其你在 debug 的时候呢 你希望看到是 它里面这个 sound 的变数 跟 i 的变数啊 它这些值是怎么变化的 比如说它可以 step by step 否则的话 尤其是在比较复杂的回圈 尤其回圈里面又有回圈 或者回圈里面又有逻辑判断式的时候 你不知道说奇怪 为什么这地方会有 bug 有的时候有 bug 或者有的时候是值不对 结果不正确 即使 run 出来了 可是还是会有问题 那当然这地方我们最后 就会提到有的时候 debug 的环境 那当然这个 test mode 底下 debug 环境那也更恶劣 因为根本连这个基本 除了 design 的时候 你根本连辅助的功能都没有 另外就是说呢 在 test mode 的 doors 环境底下呢 它连 debug 其实也是问题 它只会秀出几个 arrow 然后可能行号会秀给你 这样子 但是至于其他 你就自己要去找问题 那这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 Eclipse 里面 这个有个环境说 你可以善用这个 所有的除错环境 那除错环境的使用方式 我们最后是有大概提到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看到某一个变数的执行状况 其实有个方法 在第九行 原来在这个 sum 的这个地方 我希望它可以帮我 秀出它的变数里面的 里面的尺 到底怎么样的变化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前方 有没有 使用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招是非常管用的 这一招 在这一行第九行的前面 这边有灰色地带 在这里快点两下 快点两下之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中断点 这边就有一个中断点 那这个中断点 它的作用就是说 程式会跑到这个地方停下来 而且值 会在这个地方会秀出来 我觉得这个方式 可以让各位在学习 尤其像回圈的时候 非常的好用 那在这个地方 设定一个中断点之后 我们如果要执行 特别不是按这个 run 这个 run 的话 是全部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旁边有一个 除错 除错的一个 debug 的环境 那这个按钮 你把它可以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程式就会跑到 这个地方停下来 那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图示 它这个箭头就会出来 那也就是说 它现在是停在这一行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现在变数的状况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变数 这边有个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点下来 我们现在变数的 这个分页 目前呢 各位可以看到 i 现在是为1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初始值 直接就给它1 然后现在上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执行这一行 所以它还是0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呢 它往下执行的话呢 这边有个按钮 这个就是step by 或者是你按那个f8也可以 step by step 你可以直接 按它一下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值马上就做变更 并且又停在这一行 因为它等于一个回圈 也回圈之后 这个值 它就增加 为什么加1 这一行我 给它是加一个i 那i i现在是1 对不对 所以加上之后 它就变1 那i现在变成3 那再按一下 它又跑一个回圈 就1再加3 所以是4 那i的话呢 再往上累加 然后一样 你会发现这种方式呢 而且结果会秀到底下 给你看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地方也可以中止 你可以直接跳过 我如果说 因为这边等于是你要按个50次吧 才会 才会结束 所以这边如果要整个 整个 跑完之后 你却没有问题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按这个值行 它结果就秀出来 那利用这样的debug环境 可以让你在了解那个回圈的时候 比较能够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呢 这个没有debug环境 你一般跑完 跑完就完了 那至于其他细节 你不知道 所以这地方很需要 用像这样的一个debug环境 那这里我想你们试试看 先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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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